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雖然都知道 賈府是一個跟皇族有關的貴族世家 但是你只是知道你真的不明白 他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況 所以當我們在進行理解 進行分析的時候 你還是不自覺的 就用我們想當然耳的那個價值觀去認識他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研究 為什麼常常會有已經綠谷 或已經飛谷的這個情況出現的原因 所以我現在要負責的就是說 如同你們一樣 我最早讀《紅樓夢》的時候 也是對那個世界一無所知 那麼也很容易的 就用我們想當然耳的一些看法去理解他 或是去批評他 但是讀書的任務是超越自己 然後進入到對方 所以我們要經常的用替代心理去揣摩 去設身處地 然後去理解那個世界不同的地方在哪裡 而且你真的要常常很習慣的 就跟他們活在一起 你這樣才能夠真正細膩的把握到 他們一些很微妙的 但是卻是屬於他們那個階級特徵的 一些價值觀或行為反應 所以我們下面這邊就是有一個新的單元 就是說本來是應該是大官員專題 但是我們要了解大官員之前 你必須要了解大官員 賴以建立的那個更宏大的一個前提 那個就是賈府的環境 所以我們這邊有一個標題 就是要跟各位說明一下 真的《紅樓夢》絕對從來就沒有反對 他自己的階級過 各位想一想當前世的那顆機靈的丸時 是在什麼樣的心態底下要喚醒入室 而且還對一生一道苦求再三的 他的動機是什麼 他就是要來到什麼 富貴場溫柔鄉去受享的 他就是要來享受這個榮華富貴的 所以他絕對不會想到你家去做小孩 這樣知道嗎 那一定是到賈家 來所以我們請各位看一下第一回好不好 因為這實在太重要了 我們有好多奇奇怪怪的意見 就是你不好好理解人家到底寫的是什麼 那麼也就是說不尊敬文本 所以我們一定要提醒大家 來就在第二頁好不好 當石頭在那邊自卑自嘆的時候 聽到一生一道講到什麼事情 才讓他打動繁星 請各位看一下第五行 那一生一道後來就說到 注意喔 紅塵中的榮華富貴 此時聽了不絕打動繁星 也想要到人間去想一想這個榮華富貴 他在前世的時候會想要到世間來 不是要來受苦的 知道嗎 我不是要來接受挑戰跟磨難 然後讓我們知道什麼鬆雪 對不對 松柏林雙雪兒什麼迷晉他才不要這一套 我是要到榮華富貴去受享的 你不要搞錯這一點 再來 那果然呢 請看繼續在他們的交談當中 來請看一跳隔壁這一行 他說啊 弟子蠢物不能見理啦 那世文二位談那人世間榮耀繁華心切勿之 請注意他要的是什麼 就是榮華富貴嘛 好 再來呢 那下面就請再隔兩行 那他說啊 希望呢 這個醫生一到 能夠發一點慈心攜帶弟子得入紅塵 注意 在那富貴場中溫柔鄉裡受享幾年 所以囉 榮華富貴還不夠 那是物質享受 是一種地位的遵從 可是呢 在這樣的富貴場中 會派生出一個更重要的東西 是這個石頭 中期醫生所擔憶追求的一個目標 是什麼 就是溫柔鄉 可是請你們要注意 沒有富貴場就不可能有溫柔鄉 富貴場是溫柔鄉的前提 而溫柔鄉是富貴場的派生物 換句話說 溫柔鄉的存在 背後一定要有一個富貴的背景 這樣你們聽得懂意思喔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點 所以我們的學術界 還有很多的讀者都誤以為 賈寶玉是反對富貴場而傾向溫柔鄉 你們應該常聽到這樣的說法 他常常講人家是露渡啦 什麼什麼之類的 好像他就否定了富貴場 然後整個向溫柔鄉傾斜 這個說法其實是似是而非 我們石頭包括他化身為人的賈寶玉 從來沒有反對富貴場過 因為從他的前身開始 他要的就是富貴場的一個享受 那再加上溫柔鄉帶給他的一種美的一種 淨潤跟升華 所以他不可能反對富貴場的 所以嚴格來講他反對的是什麼 你們知道嗎 他反對的是維持富貴場的責任和義務 所以他反對讀書嘛 他反對追求公民嘛 欸你們知道嗎 富貴場中的那些當家者是很忙的耶 是不是天天要在外面應酬 賈雨村來了你是不是要出去坐一會兒 那很累的 所以賈政是不是經常不在家 因為他忙死了 那王夫人呢 王夫人只要負責歸尾之內的家務事 他是不是也忙到實在是焦頭爛額 所以後來要請那個王熙鳳來幫忙李嘉 你要注意他真的是忙死了 所以維持富貴場事實上是非常忙碌 而沒有私人時間的一種重擔 所以寶玉抗拒的其實是這樣的東西 所以你們不要忘記他吃的東西是什麼 是茄響 是蓮葉羹 他穿的是什麼 雀金泥 他哪裡反對富貴場過 甚至他根本就是愛這樣的一個事件 前世就已經很清楚告訴你 我要的就是在這樣的世界裡面來 所以他絕對不會想要到什麼清寒之家 也沒有到什麼博作寒門 他從他前世的那個繁星被打動的 這個瞬間就注定了他一定要到 所謂的有榮華富貴的一個環境裡 所以各位你們就注意在第三頁 所以我們這個一生一道 就是順從他的心意 把他畫成一個美玉之後 請你們看一下第三項 他說我幫你變成一個什麼美玉 使人一見就知道你是個奇物 沒辦法 因為世間的人 是不是都用肉眼來判斷 所以我要讓你一眼就讓人家 覺得你是一個很了不起的 很獨特的東西 然後再吸你到那 昌明龍勝之邦 失禮沾陰之族 花柳繁華地 溫柔富貴相去 安生樂業 很清楚的告訴你 富貴場就是我們寶玉的前身 包括寶玉本身所要追求的唯一目標 所以果然他也得歲其志 所以他樂想19年 那麼所以你們真的不要忘記 很多的判斷可能你都是誤會他的前提 好啦 既然在他的前世 這樣的一個意志的限定之下 就必須在什麼 失禮沾陰之族 對 簡單跟你們說 昌明龍勝之邦旁邊支批有說 這就是福 福就是指那個暗室對應於長安 就是京都 因為都城是個全國最繁華的地方 對不對 那這個是一個 那麼失禮沾陰之族就是福什麼 賈福 再來花柳繁華地就是指大觀園 然後富貴溫柔鄉 溫柔富貴鄉指的是怡洪院 就是降雲軒 就是寶玉之前住的地方 所以你會發現這裡面四句 其實都有很具體的對應的 所以各位真的不要忘記 這是一個所謂的失禮沾陰之族 那麼他是超越我們凡人想像的 所以整部小說 他根本沒有反對他自己的階級 相反的整部小說是一個 皇族世界的回眸與定格 他回顧這一段他經歷過的 很少有人切身經歷過的 這樣的一個特殊的世界 然後不斷的頻頻回顧 然後把他定格在他偶心立寫 所續寫的小說文本當中 好 這個是我們一定要先弄清楚的 所以有很多人說 曹雪芹是在反對什麼他的這個階級 這實在是太好笑了 這真的實在太好笑了 因為就好像我們現在 你說有人會反對民主嗎 很少 對不對 他是會批評民主的混亂沒有效率 可是他根本不是在反對民主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不要想當然爾 很多東西是很細緻可是差別很大 所以我們要先把這個釐清清楚 所以我先提醒你們 就因為紅肉夢所寫的是這樣的世界 但是當然他在一個敘事過程當中 不方便跳出來揭示的一些價值觀 那麼就由枝燕哉透過評語來幫他點名 我們下面引的都是枝拼音 然後枝拼音我看得很熟 然後我赫然發現這麼多年來 我終於可以稍微的感受到 這些龍華富貴失禮戰陰之族 這樣的歷代的在其中誕生成長的人 他們的基因裡面到底在想什麼 真的想的真的跟我們都不一樣 好 結果呢赫然發現你們知道嗎 曹雪芹當然由枝燕哉所揭發 他也作為曹雪芹的代言人 我說了你們可能會很不以為然 因為我們現在這個民主平等自由的時代 實在是不大能夠接受這樣的態度 可是我真的告訴你們 枝拼裡面所洩露出來的 對於他們的階級是什麼樣的心態呢 第一個就是非常自豪 非常驕傲 他覺得我們真的就是大家 是你們完全比不上的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因此他們對於所謂的小家 其實是充滿了嘲諷 知道嗎 哎呀 你們這些小戶人家 完全這個真的 他們其實是有階級傲慢的 你們知道嗎 這個以我們今天的價值觀來講 當然不見得可取 可是我的意思是說 他就是在200多年前那樣的時代的產物 你要了解他 你就是好好的去知道 跟你真的就要接受他的價值觀 因為這樣才能進入到他的世界 好 所以我們下面引幾段支批 這幾段支批非常的重要 你們不用背 但是我希望你們有個概念 所以你會發現針對其他小說 那麼甚至他們現實中 所看到的其他階級的人要注意 他們常常抱著是一個這樣又自豪 然後甚至又鄙視的一種雙重的心態 這一段話 這句話是賈母說的 賈母在破城府救號的時候 批判那些才子家人們 完全不符合他們這個階級的 一個現實的屬境裡面就有講到說 哈哈 你們這些才子家人 小說寫得那麼的可笑 就是因為何嘗他知道 那誓幻讀書家的道理 他說我們是真正的誓幻讀書家 你真的知道我們家是怎麼生活的嗎 你們根本不知道 然後就亂寫 然後就瞎掰一個才子家人 中間有一個紅娘這樣穿針 現在還覺得是愛情至上 他覺得真是荒謬絕頂 所以出自於窮酸文人 反正文字是他們最廉價最方便的工具 然後就透過想像 然後就寫一些才子家人的故事 然後家人是不是都是上書 或宰相的女兒等等等等 他說這真的是非常可笑 對於這種現象你看支批就說 尤其支批真的很毒辣 他真的非常不掩飾的 就來表示反感你知道嗎 我真的是反感到極端 你們這些人搞不清楚 我們這種階級的特點 所以他裡面就常常說你們可笑 可笑是他最常用的 我發現他寫了四次 你們這種人可笑 那麼例如這一段 這一段還不重要 這一段他只在告訴你說 可笑禁之小說中不論何處 你以為寫到什麼富貴人家 都是什麼商泥舟頂秀木 珠蓮孔雀屏芙茫入 你以為我們家都是這樣 到處金幣輝煌 那你就錯了 那種就叫爆發戶知道嗎 我們真正的三代四代以上的這種真正的大家族 我們其實不留於這種物質的炫耀的 他會覺得你什麼都要名牌 全身上下都是名牌臉被淹沒了 這種都是爆發戶 我們這種人完全是靠氣度 靠我們那種非常特殊的那一種氣質 你在人群當中就知道我們一定是世族子弟 他們是以死自豪的一定要搞清楚 然後下面這一段請注意很毒辣非常毒辣 但是這是他們真正的心態 所以我以後會常常用到裡面的一個關鍵語詞 那請多多包涵 那因為我真的也常常看到這樣的研究法 所以跟支批我開始慢慢認同他 好 我被洗腦了 好 你們看就在這一段 他下面又有一段好長的眉皮 他說我最近支厭在說 我最近聽說有一個俗笑話說 有一個莊農就是一個鄉下農夫 完全沒有見識過什麼叫真正富貴的人 就進京了 然後就回家 那當然大家都很好奇囉 那你到了京都長安城裡面去 那是不是見過一些世面 那這個莊嫁人 這個農夫就說 我當然連皇帝老爺都見啦 我們一般人不是都很容易 交其妻妾對不對 現在是改成什麼 交其故人對不對 好 我們人不常常這樣子嗎 自我渲染 然後姨父好像 我真的是見過世面的時候 我比你們更有見識 其實真的是瞎掰 好 那眾人們就悍然問到說 真的喔 你連皇帝都見了 那皇帝是長什麼樣子啊 是什麼樣的狀況啊 然後這個莊人就說 皇帝喔 左手拿一個金元寶 右手拿一個銀元寶 馬上面喔 就他騎著馬上面 還燒一個口袋的人參 整口袋都裝滿了六年 七年 十幾年的人參 然後呢 行動 人參不離口 什麼叫行動 動不動啦 動動就搖一個人參 所以人參變成他的零食知道嗎 好 一時呢 對不起喔 我還要唸 一時要餓死了 連擦屁股呢都用的是鵝黃段子 段子是零螺稠段很珍貴的東西 他竟然拿去當衛生紙用喔 他說所以啊 金鐘掏茅廁的人都富貴無比 為什麼掏茅廁是不是就可以掏出 很多的鵝黃段子對不對 洗乾淨了 那是不是一筆很龐大的資產 後歲每個人都很富貴 然後呢 這就是知焰在聽到的笑話 然後他們就非常受不了 我們真正富貴的人才知道 這裡面多麼的荒謬 所以他下面就開始 藉著這個笑話來抒發 他們對那些根本不懂得富貴的人 你們的富貴想像 真的是荒謬至極 又可笑至極 所以他說 世思 你試著想一想 凡敗官寫富貴自言者 昔皆莊農淨金之一流也 所以你們那些窮酸文人 寫什麼財子家人小說啦 又是宰相丈夫的女兒啦 又怎樣怎樣啦 你們根本都是莊農淨金 就是劉姥姥也沒進過大觀園 還自以為見過大觀園 然後回去亂說啦 這樣聽得懂嗎 所以紅樓夢也要注意 所以他的作者跟他的評語 他們真正是以他們的階級自豪的 然後這個自豪事實上是合理的 就是說我們就是出自這個家庭 那你們不是出自這個家庭 可是又透過一些羨慕 透過一些虛構 然後結果寫得根本是似不像 他們事實上是很受不了這個情況的 所以紅樓夢他完全就是要很如實的 然後去呈現他那個階級的 而沒有其他人或很少有其他人 可以見識到的那個真實的生活實況 所以他說這個時候你就知道說 他們這些人十未身經目睹 所言皆在情理之外 你們寫的富貴根本不是真正合乎情理的富貴書寫 所以他說又如人常常在嘲笑 有些作詩的人往往愛說富麗化 所以就有一些什麼 鏡骨變成金黛媚 眼睛千坐碧流離這樣的一個嘲笑 懂我意思嗎 就是你不懂富貴的人 在你想像中富貴人家就是 你的那個腳的那個骨骼 都會用金黛媚去支撐 然後還有這個也是那個北宋宰相 注意喔 燕書 你們都知道是燕姬道的父親 這個燕書是也是做過宰相的人 他也是非常受不了 你們這些人不懂富貴人 所寫的那個富貴景象 真的是荒腔走板 所以他說這種話都是 不是富貴語 所謂的老爵 妖精重 雍變整玉良 懂嗎 我的枕頭都是玉做的 然後我老了 覺得我腰上面掛的那些黃金的墜事實在太重了 表示太多了 懂意思嗎 意思是說事實上真正富貴人家 不會腰上面都掛滿黃金啦 枕頭也不會用玉去做了 那個會累死喔 所以你真的搞錯了 富貴人家完全不在這個地方去展現 這種都是爆發戶的想像 所以他說啊 不如生歌歸怨落 燈火下樓台 這才是真正的富貴氣象 而賈府是這樣子的世界 所以我希望各位要注意 你看喔 下面好有趣喔 確實身經目睹過的枝燕災 當然包括曹雪芹 他們呢 書寫的就是一個很少被外界所窺探 甚至這麼逼近細膩呈現的世界 所以芝批呢 因此他真的常常在嘲笑那些人 我後來慢慢覺得他真的是 實在是忍不住了 按耐不住 你們這些人到底在亂寫什麼 所以他常常的批判中 你們注意一下這句話 他有一些不滿 他說啊 禁之爆發 就是你們這些爆發戶 專講禮法 可是你不知道 我們這種占英士族所講的禮法是什麼 我們這麼禮法森嚴 講究的一個關鍵在哪邊 你們通通都不知道 可是呢 所講的東西都只是一些 他覺得就是你們小戶人家自己 幻想出來的 好啦 甚至他還說 你們這些士族小家的言行作為 那裝槍作勢根本是義和可笑 你知道嗎 所以我想對我們現在這種士族小家 被這樣罵喔 我們通常就心裡會或有反感 可是我會希望你們好好的調整心態 我們為的是要了解這部作品 他在講什麼 所以你一定要切換你的心靈軌道 然後進入到他的系統裡面 你就是要先接受他的價值觀 才能真正認識他們好不好 所以這樣的賈府 當然跟我們非常不一樣 所以我們從下個禮拜開始 我們就要先從榮國府進入 然後就是為了替大官員的一個設計的微妙地方 做一個基本的鋪墊 你不知道這個鋪墊 你真的沒有辦法認識到大官員他的複雜性 紅蘿木寫的是一個皇族的家庭 他反映的是一個皇族的世界 同學 你們真的知道什麼叫皇族嗎 我想你們大概只會從什麼雍正王朝 甄嬛傳什麼步步驚心去理解 所謂的那個皇室的世界跟皇族的世界 其實那是都是錯的 因為他固然有一些元素上面的挪用 但基本上他們所運作的那個人際關係 跟他們的一個家庭組織 事實上是跟真正的那個皇族是非常不一樣的 所以我真的覺得這麼多年來我認為 我在《紅蘿夢》閱讀上面的最大的一個突破 以及讓我對於《紅蘿夢》的世界 有一個真正一個飛躍式的改觀 就是因為我真的看到他是一個皇族的家庭 那麼這個皇族家庭究竟是什麼樣子 那恐怕是極少數極少數的人才有機會經歷 也只有極少數極少數的人 才能夠真正看出裡面的門道 但是對於我們現在人來講 我想無論是民主自由的這種觀念 或者是共產主義 我們大概實在都本能上 就已經潛意識的就反對階級觀念 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麼一兩百年來主要就是在奮鬥 這樣的一件事情 結果現在我們在閱讀《紅蘿夢》的時候 竟然要跟我們潛意識裡面 非常頑強的一種價值觀來對抗 說實在這真的是非常艱難的一步 但是這個艱難的一步是非做不可 雖然很少人能做 但是如果我們不做的話 我們對於《紅蘿夢》的認識 常常就會是已經綠谷 甚至已經飛谷 就是用我們今天的價值觀 然後去反對它 那為了不反對它 甚至為了要來彰顯它經典的價值 我們就開始在這部小說裡面 添加很多我們所認為的價值觀 那這麼一來對於裡面很多的情節 其實會是曲解 我們會很容易的想要來服應 我們現代的價值觀 於是從裡面找一些情節說 你看 寶玉有自由平等的民主思想 然後你說你看 他有反對這個階級價值的觀念 然後他反對體制 甚至反對他的家庭等等的 我們開始就有一大堆這樣的推論 那麼這樣一部幾十萬字的小說 內容這麼豐富 你要找到類似這些小情節是不難的 但是這些小情節能夠變成 這部小說的一個續寫的主軸嗎 這個恐怕都是我們從來不去想的問題 而人很容易如此 就是我們總是選擇性的觀看 我們只看到我們想要看的 那我們不想要看的根本上就是故意忽視 或者是很自動的篩選 可是這麼一來我們讀到的紅樓夢 到底是曹雪形的紅樓夢 還是我們自己的紅樓夢 那我的興趣是已經不在這個從閱讀中 純粹得到快感而已 我現在真正的興趣是 我要了解紅樓夢到底本身 從客觀上來講是什麼樣子 所以我做了很多的努力 那麼接下來我們就是要回應 上一週所說的那個單元 我們必須呢跟各位提煉出一個 在紅樓夢的批評上面很常見的一個現象 而這個用知驗齋呢 他基本上由於他們是出生皇族 所以當然會遇到很多類似的情況 所以他早就已經非常感冒 而且非常反感 然後也非常尖刻的提出一種呢 我們這種非皇族的人 然後自以為是的解讀的那一種方式 他把它叫做裝農進京 各位還記得吧 就是你們這些鄉下人啦 完全搞不清楚我們皇族到底怎麼回事 所以有很多這個想當然爾的想像 甚至很多是那種窮錯大爆發戶的想像 他說這完全不符合我們的真相 所以我們上一次呢 特別講了這個幾個例證 那跟各位提醒一下 事實上知驗齋為代表 他傳達出這部小說所寫的內容呢 作者是非常自覺的 他知道他跟別人完全不一樣 所以他們充滿了自豪 甚至呢對於跟他們不同的階級 叫做所謂的世俗小家 他們甚至呢有的時候是不掩飾他們的輕視 所以我們上個禮拜有跟各位說明一下 乾脆就用一盒可笑 來批評你們這種世俗小家的這個言行作為 那麼世俗小家有什麼言行作為呢 我告訴你們就是我們現代人的樣子 例如說講究自由啦 講究什麼自我啦 然後呢沒有禮節啦 這個就是他所批評的 所以我下面先整理一些東西 你們只要看過有點印象就好 如果你們需要的話 我再把這些資料印給你們 就是說在這樣的一個背景底下 我們透過支批你可以清楚的看到呢 他們所認定的紅肉夢所寫的 是一個什麼樣子的一個特殊的這種階級 以及呢只有這個特殊階級 才會養成的一些價值觀 一些生活習性 甚至是一些構成他們不可或缺的 已經是性格中的一部分的那些東西 所以各位你們看一下喔 好有趣喔 我就是這幾年來一直在做這個工作 我終於覺得慢慢比較逼近他的那個世界 來請各位看一下喔 支批裡面反映數十個以上 這個數十個簡直呢 你就發現他在在不忘的 然後呢要來提點告訴你說 我們這個大家就是這個樣子 那所以你看喔 他的使用的這個批評術語 常常是這一類的 我唸給你們聽喔 什麼他說你看這段情節 就是呈現出大家規範 這個情節呢 又是表現出我們的大族規矩 然後呢這些都是大家風範 然後呢你看這些人物呢 包括寶玉喔 呈現出來的是大人家的規矩禮法 然後呢你看注意 我們整體呈現出來的那個場面 是大家規模 然後呢這些人物的一個 整個那個呈現出來的是大家氣派 你看還有呢在我們這樣的家族裡面 所呈現出來的種種現象 反映的是大家風俗 就是支配這個家庭裡面的某一些運作法則 是這種大家庭才會有的 好那還有呢你看我們這裡面呢 處處充滿了世家風調 好啦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這只是其中的幾個而已喔 那麼裡面反覆出現的是哪些詞語 他一再的告訴你我們是什麼樣的家庭 大家 大族 世家 請你們注意這些是專有術語 我記得我剛開始發現這一點的時候 我還把這個大家呢 就用我們自己想當然而的那個 那個構思去設想 大家族就是很大的家族嘛 對啊我們都知道1000人嘛 可是這到底什麼大家族 老實說我們都只是抽象的認識而已 那到底什麼叫大家 老實說有非常特定的意涵 我們等一下會一步一步跟各位講 所以最有趣的是什麼呢 整部紅樓夢當然是以賈寶玉為敘事中心 這不用說 可是呢整部以賈寶玉為敘寫中心的紅樓夢 他在知焰齋的眼中是筆筆寫進大家 他說他每一筆寫的都是我們大家的一個 才會有的那個場景 而每一個場景都處處表現出禮法緊緊 他非常自豪我們是有這麼嚴格的禮法的 然後呢而且他說啊 請你注意一下喔 我們這種人家 即使小孩子再調皮再可愛 一家人再怎麼樣和樂融融 也必有一個禮字還清 處處都講究理 所以他說這個才叫做大家刑警 了解嗎 所以你要注意耶 你怎麼可能會認為說寶玉就是反抗禮教 然後曹雪芹就是反對貴族階級 這是不可思議的完全違背他的這個 去寫的那個最根本的那個本質 而還有另外一件事情要提醒大家 連不只是小說是這樣子喔 那寫這樣說的曹雪芹 也不斷的被知焰齋讚賞為 注意 作者不負大家厚英 他說哎呀曹雪芹你能夠寫出這樣子的內容 果然不辜負你是從這種大家族出身的 你沒有違背你這個家族 所帶給你的教養跟見解跟視野 絕對不是那種小家氣 然後呢 知焰哉又不斷的讚美說 哎呀能夠寫出這樣子的內容喔 非世代公子絕對想不到要這樣寫 然後呢非世家公子斷寫不及此 所以你們知道嗎 你們總覺得這好像是寫小說 可是看在有共同的生活基礎 也了解整個紅樓夢所奠基的 那個特定背景的一個批評家的眼光來看 他真的覺得真的只有這一種家族出身的人 才會雖然輕描淡寫幾句話 可是如果你不是這種出身的人 你就看不出其中的奧妙 那我們現代讀者當然看不出來 所以你就會把他當作是一般家庭的互動來認識 其實常常就真的抓不出其中的這個精髓 所以這個我要提醒你們 包括從小說內容 包括作者的出身 包括整部小說所建立的 那個整個人跟人之間的種種關係 從細膩到整個宏大的場面 全部都是在這個背景下產生 這個請你們一定要注意 可是什麼叫大家呢 我剛剛跟你們說 這是一個專有術語 那麼我等一下會有一段話要跟你們談一下 就是說固然我非常反對 那從一個文學藝術的這個本質的角度來說 我們也的確不應該把一部呢 一個一部虛構的創作的作品 去跟任何一個現實的特定對象畫上等號 那麼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要反對自傳派的原因 為什麼我們要反對所謂的索影派的原因 就是說索影派是這樣的寫法 自傳派的一個主張是說 賈府寫的就是曹家的故事 所以就是曹雪行的自傳 所以他們就會從曹雪行的家世背景 跟他們家族的各種事件 來解釋《紅樓夢》的情節 我覺得這是不對的 因為他固然可以從那邊取材 可是他作為一個虛構的小說 他一定調動了許多 那麼要讓這部小說成為一個 傑作的相關的藝術技巧 而且作者還有他整體的一個審美的 這個想像 他所有的情節都必須要統一 在這樣的一個視野底下去進行 所以事實上他不可能完全 去按照一個什麼現實的藍本來書寫 那當然索影派也同樣是一樣的一個思路 索影派只是說這部小說寫的不是曹家 但是他寫的是什麼納蘭明珠家 有沒有 那個就是康熙的那個一個宰相 然後又是說他又是誰誰誰的那個家族的敘事 那這一種就是所謂索影派的主張 那也開始在裡面找很多證據 來證明這是誰誰家的故事 那麼這些我們都不贊同 所以我們根本不從任何一家 裡面的具體人物特定對象 來作為《紅樓夢》的一個對應的一個直接對象 但是呢 但是有一點很重要 就是《紅樓夢》他確實是在一個非常特殊 特殊到幾乎很少人有這個體驗的那個階級 跟環境所產生 他事實上呢不能用我們一般的那個事情常態去理解 那麼所以呢根據這一點來講 我就要用根據我們所看到的種種跡象 然後呢我們真的發現 他確實反映的是有一些現實的基礎 可是這個現實的基礎我說過 我們不針對個別的對象去找對應 不然就會落入到自傳派跟索引派的那個思路 我們要做的是什麼呢 我們要做的是從他所對應的那個特殊的階級 所反映出來的階級特性來看 這樣懂意思嗎 所以我不管你是誰家 可是從《紅樓夢》裡面來看 他反映的那個所謂大家規模 到底可以從什麼歷史的現實中 他的哪一些特性是有這種階級的那個意味的 我們呢就藉由那樣的一個歷史的研究 來幫助我們認識《紅樓夢》 所以這是幫助但是絕對不畫上等號 我希望我下面做的工作是你們可以體會的 就是說他絕對不是完全寫實 但是他確實是根據很多那個時代的制度風氣 還有他們的意識形態等等 然後這才建構整個小說的續寫 那麼這樣的一個做法的原理在於說 我們所閱讀的對象假如是一個很特殊的 一個場合一個特殊的階級特殊的時代 我們事實上就要先了解那個階級跟時代 好比說你如果寫的是一個酒店的故事 你是不是應該先了解一下酒店是怎麼運作的 然後你才能夠了解人家寫的到底 得不得當跟精彩在哪裡 那你如果要看了一部小說是寫礦工的故事 那你是不是得知道礦工的生活 到底怎麼回事對不對 我的意思是純粹是就這一個通信上面 來講究所謂的特定階級的一種特性 這個是我希望你們了解的 好 所以我們以下所說 請注意都是歷史的實錄 但是這個歷史的實錄 我之所以引述它 主要是來幫助我們認識曹雪芹 所寫的這個 他這位世家公子所寫的大家族的風範 究竟是一個什麼樣子 這個是我要做的事情 所以下面我們會常常引述到一位 一位真正的貴族他所寫的 這一種皇族世界的一些很具體 而跟我們無知的情況下 完全不會知道的那些內容 那等一下會再介紹他 現在我先說明一下 那麼他們就很清楚的告訴我們說 在清朝所謂的大家是什麼 我們在支批裡面一直反覆看到這個詞 那甚至《紅樓夢》裡面也有 家母他們也常偶爾也會提到這個詞 那你要知道這個大家不是一般的大家庭 絕對不是一般的大家庭 請注意他在清朝一般指的是 王府、世家和內務府 所以大家是一個特定的名詞 那他的等級絕對不是說 你在鄉下擁有很多田產 然後是當地的士生或者是那個 一方之霸的那一種權威 才不是那樣那個根本談不上大家 那你家再有錢 你家規模再大 不可以稱為大家的 所以這種大家就是要王府 你要注意王府呢 我們等一下會特別談到 那真的不是普通的榮華富貴 然後像所謂的世家也不用講了 那內務府你們知道 內務府是那個清朝 這個皇宮他們就是在掌管那個皇宮事務的 那個叫做內務府 所以你知道這個等級 絕對不是一般你想像中的榮華富貴 尤其我們又沒經過榮華富貴對不對 所以所想的榮華富貴更差了好幾層 那結果我們都在想當然爾 所以請各位注意一下 這個是王府等級 那所以這個大家非比尋常 然後他的階級之顯貴 我必須告訴你們根本就是天皇貴重 就是天皇貴重 等一下你們會清楚的看到 告訴你們啦 如果照曹雪芹所寫的這樣子的甲府 你真的要用現實世界去對應的話 甲府不能姓甲 他會姓愛心絕羅的 真的 我們等一下看一下 所以他當然不是現實的對應 所以我剛剛說了 可是他確實反映了那個皇族的共通性 所以我想我們是從這個角度來 藉由歷史的描述 然後增進我們對紅樓墨所要表達的 那個特定的一個環境的種種現象 好 所以因此他們當然跟皇室那麼密切交涉 不要說原村是不是進宮去封飛 你們知道嗎 怎樣的人才有資格進宮去啊 你以為是你平民家只要長得很漂亮 然後地方官把你這個奏報上去 你就可以非常之頭做鳳凰啊 才不是在清朝你要能夠進宮去 你本身就是要非常尊貴的家族 才能夠到宮中去選秀女 然後才有資格去封飛 所以我常常看到一些文章啊 寫起甲府來 我覺得都是窮酸氣你們知道嗎 例如寫說 哎呀 賈家就是仰賴有一個女兒當了皇妃 才能夠這樣子的榮華富貴 這很可笑的 好 第一個 第二個說賈家呢 是靠著賈政的那一份那個官淫官奉 才能夠勉強支撐 所以才一副這種那個下士的光景 你知道這些看起來 支批一定會說妝農進京 好 我們這種家庭 還要靠賈政的那個當官的奉淫啊 這真的是笑話了 知道嗎 所以我後來我跟你們一樣 我根本不是這個家族出身 那所以剛開始讀到支批的這些用語 老實說 我們的很本能的反應一種是視而不見 對不對 因為那跟我實在是不能理解的東西嘛 可是還有另外一種 你開始注意到怎麼這麼多都是大家 而且批者充滿自豪 而且一直告訴你說你不要搞錯 我們家是這種家庭 你慢慢發現他這個態勢很強悍的時候 我們開始有點反感知道嗎 哪一種大家 還不是敗墨了嘛 對不對 落得片白毛毛大地真乾淨嘛 這是我們這種平民出身的人 很常見的反應 但是真的我們要了解人家 真的就要進入到他的生命史 要進入到他的靈魂裡面去 當然這恐怕是不可能 但是慢慢逼近嘛 這是我們做一個研究者該做的工作 好啦 所以我慢慢接受他告訴我們 他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背景的時候 那老實說我為了了解他 所以我必須認同他知道嗎 你如果就不認同他你就不要研究他嘛 研究他不是為了在罵他的知道 這種研究是沒有意義的 所以慢慢的我感覺到說 這種論文又是支批會說裝蒙進京的 我就開始哇糟糕了我被同化了 那可是你必須要這樣子 你才能夠了解到底他寫的是什麼 那你才能做出對他們的很多行為跟思想 才能夠做正確的判斷 這是我必須跟你們說明的 所以請注意喔 不只元春可以進宮 這個本身就象徵他一定是那種 貴族家庭的女性 其次你們有沒有發現 《紅毛》裡面寫到的很多的物質文化 有好多東西都是皇宮用的等級 我只是舉一個例子 這個我們將來如果有機會可以做一個專題 有一次就提到說 劉姥姥逛大觀園的時候 然後那個賈母不是帶著一行人 然後就到了那個各處去做嘛 其中有一段情節提到說 那個硝香館的那個創傷已經舊了 賈母是不是建議就換一個 然後結果拿出來的東西 是不是連王熙鳳都沒見過對不對 而且一見之後才發現天啊 還說我們現在用的都是那個 那個皇家用的 結果竟比不上這個是官用的 因為賈府上一代所用的是那個 不是皇室等級的 可是那個時候的那個 比較低的等級的那個物質的品質 就比現在皇室內用的還要來的好 他是在感嘆這個 所以他是不是從他身上就掀開外衣 拿出裡面的一件衣服說 這個還是上用內造的 記不記得 所以他身上穿的東西是皇室用的 其他還有好多 那總而言之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是非比尋常的一個大家族 那你真的要做的一個很大的努力 是請進入到他的世界 而不是隔著好遠的門外 然後就用自己想當然的觀念去批評人家 這個真的是一廂情願 好 所以我們下面有一個工作 來 請各位再看一下 所以支批有好多地方提到說 我們這一部小說是畫出內加風範 什麼叫內加 就是皇室 皇室 紫禁城裡面的 所以整個紅的夢是可以畫出內加風範 他說這是石頭記最難之處 別書中摸不著 他們自己也很知道 他們對應的是一個怎樣的文學傳統 然後在這樣的一個小說史的過程中 事實上是沒有一部跟他們一樣的 我覺得就這一點來講 我們要尊重他的獨特性 而不要老是用我們一般這種 妝容進京的一個構想去理解紅龍夢 所以支批提醒我們 他甚至是涉及到皇室 然後下面還有一段 他說他所寫的那些情節 周到細密之志 真細之志 他說不獨寫侯府得理 侯府當然就是指甲府的那個等級 那麼一且將皇宫赫赫寫得令人不敢坐月 所以你們要注意這是這樣的家庭 他介乎皇室跟一般的貴族之間 那說實在的 你就不能夠用一般的 我們所以為的大戶人家來理解 不是 他絕對不是一般的大戶人家 好啦 所以在這樣的家族底下 你認為他真的可以鼓勵他的孩子 追求自由平等嗎 那是不可能的 那麼其中的人會培養什麼 自由平等的觀念嗎 那也不可能 真的 所以賈寶玉表面上有很多地方 有平等意識 可是那並不是來自於某一種 包括政治思想或者是某一種信念上面的 他是來自於一種內心的博愛 所以這個是很細膩的差異 我先簡單講到這裡 因為這個說來話常要有很多的證據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紅樓夢固然有一些地方 表現出平等的意識 可是那絕對不是一種意識形態 這個要注意 那其次各位都還記得吧 他的那個在太虛幻境 連神界對於那些金采門的劃分 是不是還是依舊按照什麼等級 還是階級等級 所以這是那個是神界耶 連神界都不外乎人間的 這一個階級結構的反應 你說他怎麼可能會想要去推翻這個階級呢 所以這個請大家好好的放在心中 慢慢琢磨 然後慢慢的再去從整個紅樓夢裡面去印證 然後去建構一個比較是逼近他的原貌的整體 這個是請大家注意 所以在這種背景底下 來 這都是支批 所以支批就乾脆挑明的告訴你 魚罪恨無調教之家 我最討厭那些沒教養的家庭啦 那什麼叫沒教養 好啦 放在孩子身上就是這樣子 這些家庭沒教養不懂得教小孩 任其子職似行補錯 懂嗎 小孩子在那邊哭鬧我要吃糖 我要喝牛奶我要幹嘛幹嘛 我家長都好啊好啊趕快就拿出來 看在支厭哉的眼中就是可笑的世俗小家 了解吧 然後呢所以他說你看看你看看 我們紅樓夢裡面所寫的 跟你們這種無調教之家就完全不一樣 我們寫的是大家風範 大家風範要講究禮節 要懂得自我節制 要懂得自我壓抑 要懂得尊重別人 這最重要的是要守規矩 那當然講規矩我們現代人就滿反感的啦 到底規矩好不好 這裡有很多話可以談 我們現在不說 可是我們從紅樓夢的世界來說 他們第一講究的就是規矩 就是禮法 這個才是大家風範最重要的核心之一 所以下面還有一段話他說 所謂世家首禮如此 真正的這種世家大族是要首禮的 偏世爆發才會交往自大 所以當你一副很自以為是 然後呢有一點錢有一點地位 就這樣橫行霸道的話 啊 支厭在後衛說 這個根本就是爆發貨 跟我們家完全不一樣 好 然後呢 所以我們下面再看一段 他又說啊 我們曹雪芹如果不是世家公子 斷寫不及此 這個剛剛我們唸過 那到底他為什麼會寫出這樣的 別人都看不懂的內容呢 他說因為他是世家公子 那麼如果你只是一般出生的話呢 就會完全不一樣 他說 他說想進食之家 眾其兒女哭笑所以 長者凡以為樂 有沒有 我們現在不是很多家庭都這樣嗎 明明小孩子很沒規矩 在人家的沙發上跳來跳去 他還說好可愛 好活潑 我體力真充沛對不對 錯了 如果支厭在旁邊又會說 真沒教養啊 知道嗎 所以你真的要習慣人家的這一種 真的他們那個出生才會有的一個 一個評斷跟他們的看法 所以他說你看嘛 你們這種人家就是 其理不法何如是也 就是沒有理法 然後沒有教養 然後還自以為什麼平等博愛錯了 對他們來講 這完全是一個很可笑的 一個沒有教養的反應 好啦 為什麼他會有這種反應呢 我們得要回到皇族的生活來看 好 所以我真的跟你們講 現在我所整你們給你們的東西 事實上是我花了很多年 慢慢去體認出來 你們知道嗎 若沒有這樣的體認 你不會去找那些書來看 不能找那些書來看 你就更不明白 他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世界 所以調整我們自己的眼光 跟我們的價值觀 事實上我覺得是閱讀《紅樓夢》 最重要可是也是最難的一點 你沒有把他放在這個背景來看 你就會覺得林黛玉 就是我們作者所推崇的那個家人的代表 然後薛寶釵就是虛偽就是什麼 這個都是妝農進京 懂嗎 都是在暴露出我們其實是一個鄉下人的 一個眼界才會這樣子去認定 那所以這真的很難我知道 所以往往因此就會又會引起一些 不以為然的一些反應 然而我只能夠說我們必須忠於文本 文本是最重要的 你自己怎麼想法那是並不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一段文字 這一段文字來我先跟你們介紹一個人物 這個人叫做金濟水 好 你們先認識這個人的名字 好 我把他回到原先這裡來 這位金濟水是何等人物呢 我們先介紹一下 因為我們會參考很多 他的這個第一手的紀錄 那真正反映王府皇族的生活 那只有金濟水是這樣子的 他當然他已經大概20年前就過世了啦 可是他是滿清末代瑞清王的子孫的子義 就是末代瑞清王的下一代 那這到底什麼意思呢 意思就是說末代就是滿清走到最後 還有最後一任瑞清王 那他就是瑞清王下一代 那如果滿清沒有滅亡的話 他就是下一任的瑞清王 懂意思嗎 那這樣子的人他從小就是生長在王府當中的 那瑞清王是哪一種等級的 等一下哪一種等級的這個皇族呢 這又說來話長 他是八大家鐵帽子王的後裔 你們總該有聽過鐵帽子王吧 雖然可能是從戲劇小說聽來的概念 你們到底有沒有聽過鐵帽子王啦 沒有喔 這在滿清的政治歷史上非常重要的喔 好吧 我們接受事實對不對 人總要接受事實 那接受事實就是我們從這個事實的基礎開始說明 好 好 來 總之那他為什麼姓金呢 就是因為已經進入到民國了嘛 所以這些原來的那個王孫貴族 當然就要改朝 等於說要接受新的時代喔 所以像他們這一批親王的這個 進入到民國之後 他們常常得到的姓就是金 我看到的就好幾個就是姓金的 那我們中華民國有一個 現在在廟堂之上也很有權力的一個人 跟總統很親近的那個人 金普聰有沒有 他姓金他是親王的後代 真的因為他 不是因為他姓金就是親王的後代 而且說他確實是親王的後代 真的他是奇人 而且不是一般的奇人是親王 好 才會這樣子 那麼當然你們也知道 那如果是皇室 皇室跟皇族不一樣喔 我們等一下會說 所謂的皇室是指住在紫禁城裡面的 那個叫皇室 但是皇室他還有很多其他的 那個皇子皇孫對不對 如果你分府之後 那要離開那個紫禁城 那這些分府之後的那些皇子皇孫呢 他們會有各式各樣的頭銜 那他們就是分散住在那個北京城的里外 有的甚至會住到聖經 那這些人呢 他們叫做皇族 懂嗎 所以皇室跟皇族不一樣 所以這位金濟水他是親王的後代 那麼所以從小是生長在親王府當中的 所以他完全熟知這個王府的規矩 我們下面會引述他很多的說法 那其中我們先看一下 對於紫禁非常討厭那種 沒有教養的家庭就是那種平民百姓的家庭 甚至爆發戶的大家庭 那你就可想而知 這完全符合他們的階級特性 那他在那個金濟水先生呢 他在他們的這個王府日常生活裡面 記錄了很多 我看了之後真的是醍醐灌頂啊 恍然大悟啊 原來紅樓夢裡面這裡那裡這裡那裡 根本都是王府的規矩 只是我們都不知道 好 所以首先一個是 他就提到循規道舉是王府生活中的核心 請注意 所以禮法才是他們家的核心 其他都是其次 所以你真的不要搞錯 你以為他們真的會什麼反對階級 反對禮教 絕無可能 你從小就是呼吸這樣的空氣長大的 這根本就是你的一部分 我順便告訴你們好了啦 甚至保育會成為情吃情種 也必須要靠這樣的環境才能培養 跟你們所想的不一樣 為什麼 因為我們一般人包括很多的學者 他們把情吃情種 用一般的吃情的意義去理解 你們是不是這樣想 對不對 就以為情吃情就是很吃情啊 那杜麗娘很吃情啊 杜石娘怒成白寶香很吃情啊 他們都叫情吃情種 你錯了 你當然可以用你的意思去解釋 可是如果你是要來理解 紅樓夢怎麼樣用情吃情種 請你回到他的脈絡 他告訴你 如果不是生在公喉富貴之家 不會有情吃情種出現的 那公喉富貴之家 到底提供給情吃情種 怎樣的一個性格塑造 跟怎樣的一個性格內涵 才足以稱為曹雪芹所認為的情吃情種 那就說來話長 這個呢我們以後再說 所以你不要忘記 構成公喉富貴之家 最重要的一個核心 就是循規道舉 你認為他會因此而反對禮法嗎 不可能 這個請你們放在心裡面 所以這樣的一個至高無上的法則 當然上上下下所有的人都不得違背 所以尤其對小孩子是格外嚴厲 為什麼呢 小孩子在成長當中 你將來可能是這個家族的繼承人 不嚴厲 將來等於是讓這個家族就有可能毀滅的 所以他們對小孩子是非常嚴厲 如果你稍有愉悅的話呢 你立刻就會受到一種立生的呵斥 那個立生的呵斥 我來模仿一下金片子說說看 他會說這是什麼樣子 還有規矩沒有 大概就是這樣 而且你注意喔是時時刻刻 我模擬過 我模擬過那個到底是怎麼樣的生活 真的是受不了 可是他們就是那樣長大的 那你注意喔 這種言辭就是隨時有人會告訴你 這是什麼規矩 你這是什麼樣子 那誰可以有給小孩子這樣的呵斥呢 這小孩子是小王爺喔 或者是小格格喔 那麼包括誰 就是長輩不用講了 可是呢 注意喔 像那些有頭有臉的老媽媽們 同樣是可以這樣來教訓他們的小主人 紅樓夢有沒有這個現象 有 百分之百有 所以迎春啦 迎春認識 你們應該紅樓夢 不是啊 你們前80位應該看完了嘛 我知道有一些同學有點懶惰 沒有看完 好 你們知道嗎 所以迎春有一次呢 就是他的乳母是不是剧毒被揭發 那賈母動怒聲勢有沒有 那所以刑夫人就是他名義上的嫡母 是不是來罵他 說你看就我們家鬧出這樣的事情 很丟臉啊 那你為什麼不好好約束你的奶媽 什麼之類的 迎春說的話完全有道理 迎春是說他是媽媽 只有他說我 沒有我說他的 記得嗎 結果就又被刑夫人罵了 可是刑夫人罵的有沒有道理呢 也有 他是說胡說 你不對的他當然可以罵你 可是如今是他不對 你就要拿出組織的款子來 了解嗎 所以在賈府這種大家族 很多身分事實上是雙重的 就是說他又是奴仆 可是他有的時候 就因為很多這種世代的家族 會累積很多資深的仆人 然後跟很多上一代的那個情感 又糾葛在一起 無形中他們的地位其實會更高 所以你看連這種有頭有臉 什麼叫有頭有臉 意思就是說就是你服侍過你的長輩的那一種奴仆 或者是陪伴 陪伴就是跟著你母親嫁到王府來的那些小丫鬟 那些丫鬟是不是跟著你的母親同甘共苦嘛 對不對 嫁到一個陌生人家 你很孤立無緣 那這些丫頭們是不是就形同你的姐妹 然後你又經過數十年食婦熬成婆 他們也是會跟著張光 這個叫有頭有臉 這樣懂嗎 所以你看在賈府反映的處處 根本就是這種王府的生活 所以千萬不要用我們妝農式的這種眼光來看 所以請你們注意 為什麼知厭哉這麼處處的表現出 對你們這種小戶人家的厭惡 我想我們不要立刻就用階級的反感 而是我們是要了解他的 所以請你要先接受他的價值觀 所以對他們來講我們這種出身的人就是講規矩 那你們沒有規矩 我當然就覺得你根本就離 差我們這個階級太遠 所以連這些基本教養都沒有 這是第一點 好 所以我希望要跟你們談的就是說 好吧 我們不要去遷就任何一個特定的歷史事實 我是要讓你們了解 那《紅樓夢》很明顯的 他有一個特定的階級的一種特徵 那麼我們用一個那個階級的共通性 來認識賈府 好 那麼在談這個問題之前呢 等一下 好 你們都要看螢幕 就不聽我講 在認識這個問題之前 我先提醒你們注意一件事情 《紅樓夢》裡面怎麼樣稱賈家家啊 我剛剛已經講過恩辯的一個詞 那個也不是一般性的用語 那也是專有名詞 我是不是都用賈府 對不對 為什麼我不說是賈宅 除非說對啊 宅嘛 宅地嘛 為什麼不說假地假宅 那當然有的時候我們偶爾會看到假宅 不過那指的特別是他的建築物 不是指他整個家族 懂意思嗎 那這個是有很鮮明的這個歷史因素在裡面 他完全沒有違背 所以他如實反應 怎麼說呢 來 下面有一段話非常的有意思 給你們來參考 這是孫廣安他們就是研究那個滿清 有關那個這個居住啊 那當然跟居住會反映等級 所以各種名稱這個都要非常講究 所以請你們注意一下 這個原來如此 我也是到現在還終於徹底認識 賈府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家 他說在地治時代 對住所的稱呼是不能隨便亂叫的 所以我剛剛說不能說假宅不能說假地 他就是賈府 好 那大清會典 好 那就不用講了啦 這是官方的一個規矩的紀錄 你當然就要照這個來理解 他說請你們注意喔 凡親王 郡王 好 這個這兩個等級 你們先有一點概念 這個是按照尊卑一路排下來的 他說凡親王 郡王 再來是世子 貝勒 再來是貝子 注意 在下面是鄭國公 府國公 我們榮民二府的開闢家業的 那兩位祖宗他們授封的爵位是什麼 是不是就是國公 有沒有注意到 所以這是屬於皇族喔 然後我們等一下還有話要說 他說這一類的人的住所 通通都叫做府 所以只有這一種皇族 有這樣的爵位的人 他的住所才能叫府 那其中特別特別注意一下 親王跟郡王的住宅要叫王府 他可以叫王府 那換句話說 世子 貝勒 貝子 鄭國公 府國公的住所只能叫府 卻不能叫王府 這樣聽得懂嗎 所以只要叫府的 都是這一種皇族的等級 但是皇族還有很多的 這個不同的層次 最高的親王跟郡王才能叫王府 所以賈府很明顯 他屬不屬於親王跟郡王 不屬於 所以我們等一下還可以看到 很多具體的例子 所以當那個賈鎮或賈鎮 他們在秦可卿出殯的那個陸祭棚 有沒有 那個是很浩大的一個喪禮 旁邊是不是有好多的那個 王公貴族跟這個朝城 來那個祭奠對不對 那麼當他看到郡王等級的人 是不是也都非常謙公 執行國禮 所以他們事實上是低於郡王 親王的等級 那麼所以他確實很清楚 他是比較是國公這個等級的 所以賈家可以叫賈府 但是你從來沒有聽到 你不應該會在小說中看到 形容賈家叫王府 懂嗎 所以這個要注意 這個區隔是很清楚的 好 然後我們再往下看 來 王府品級是很高的 注意喔 賈家不是 所以我們要看的是 比他更高一個等級的 那麼這麼一來呢 反映了這樣的一個品級 那麼他的建築規模就會特別宏大 那麼注意一下 這個在賈府看不到 因為這是王府等級 他說王府中的正房可以稱為殿 有沒有注意到 這不是跟皇宮一樣嗎 所以這是王府級才有的 然後墊頂就覆蓋著綠琉璃瓦 那你這個正房被叫做墊的這個正房 裡面還可以設有屏風跟寶座 那外表看上去就是一個縮小的宮廷 沒錯吧 這是王府等級 可是要注意 這個府比起王府來規模就小多了 所以賈府就是有沒有墊 當然沒有 我們在小說裡完全沒有看到這個東西 所以他事實上真的反映了一個很特定的時代 跟社會階級的背景 好 然後當然這麼一來 府這個等級的就不能夠用琉璃瓦來覆蓋屋頂 那你正房當然也不能撐墊 那像屏風寶座這些你當然也不能設置 那除此之外你就會 除此之外就比較多就比較一樣了 就是說在房屋間數啦 那你要這個台積的高低啦 門町要幾個啦 天啊 連這個通通都有規定 是不能逾越的 好 請注意至於那些 你看我特別underline就是要告訴你們 至於那些不是鳳子龍孫的達官顯貴 儘管你有封爵 你甚至也有爵位 或者是你有什麼尚書大學士軍機大臣的頭銜 軍機大臣這已經是夠大了對不對 可是即便如此 你不是鳳子龍孫 所以你在顯貴 你的住所也不能稱為府 只能稱為宅或地 這樣了解嗎 所以請看那什麼叫鳳子龍孫 就是天皇貴咒嘛 你就是必須是姓愛心絕羅啦 那當然那個姓氏很複雜 我對清朝的歷史也沒有那麼熟 不過就我現在所看到的各種 研究的一個說明 都是說這些皇族就是要能夠稱為 等一下我們下面還有相關的說明 就是你如果能夠稱為親王 郡王等等這些的 一定都是姓愛心絕羅的直系 好 所以下面我們再做一個說明 那麼這樣的王府跟府的一個建築 他在產權上都是皇產 他都是皇室的一個擁有 就是屬於皇室所擁有 那麼因此他的種種這個管理 都是歸內務府 所以你看這是皇族 那所以一旦萬一你不信犯了罪 你要被撤決 你的爵位這些被撤掉之後 那麼你所住的這個府或王府 通通都要也要跟著一起撤府 所以產權就回到了那個內務府去 那這當然皇室將來要賞賜給誰 那就是他們的事情 所以請你們真的要注意 賈府叫做府他就不是一般人 那麼宅地你用宅地來稱呼的話 那就會是一般的私產 就是你個人去買去什麼 當然這些私產可不可以很大呢 也可以 甚至有些可以比王府還更豪華 那是另當別論 可是你在他們這個 他們所認知的那個貴賤的階級上 你其實就是比不上鳳子龍孫 這樣懂嗎 而且你也絕對不能把你的府宅就稱為府 你只能叫做宅或地 所以這個實在是 我們應該要好好認識的一點 那何況 何況我們《紅樓夢》當中 還有好多的地方都是反映出 這樣的一個特定階級的特徵 那麼下面我本來有一個表格 這個表格其實我想剛剛念過之後 你們應該都很清楚了 那這個表格是讓你們更明確的 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說 那麼跟皇族皇室相關的 叫做府跟宅 府跟王府 但是跟一般私產就不一樣 就是不管你有沒有爵位 你只要不是這個皇族的血賣 你大概其實在顯貴 你大概就是只能叫宅跟地 然後下面我們就說明了一下 所以親王跟郡王的等級是最高的 那這兩個等級呢 我們等一下有話要說 總而言之 那麼他們的身分 我們下面也做一個說明 請注意 你住的地方能夠叫府跟王府的 通通是鳳子龍孫 這個一定要特別注意 好 那在古代又這麼樣講究出身背景 你想想看 而且這又是非常尊貴的這個出身背景 你認為有人會莫名其妙去反對他嗎 這個都是很違反一般的情理的 所以我們回到紅樓夢的世界 來 所以請你們再往下看 這邊有一位那個歷史學家的研究 請你們看一下 他的書名就叫天皇貴咒 那麼副標題告訴我們說 他研究的是什麼 天皇貴咒的哪些 這個面相 他說他要研究的就是皇族的階層結構 所以你看就是皇族 那麼所以賈府他作為一個虛構小說中的一個背景 可是他實際上有非常濃厚 而且反映出很特定的階級的那個風貌 所以我們藉由這個說明來幫助我們認識紅樓夢 那麼他賴慧敏先生 這位教授就說皇族跟皇室並不相同 這我們剛剛講過對不對 再強調一次 皇族是散居在北京城內外 那有的甚至就遷移到聖經 可是皇室不是 皇室是住在紫禁城中的 那麼所以這個就會有不同的那個管理系統 所以當皇子如果從宮中吩咐之後 你就會有另外一個系統去管理 然後你但是你就已經是一個 你還是皇族的成員 雖然你已經不是皇室成員 這樣聽得懂嗎 皇室成員一定是要住在紫禁城裡面的 可是人口一直在增加一代一代的傳承 所以總有一些皇子是要出去的 那出去的那些人就會變 從皇室變成皇族 然後他們住的就會叫王府或府 而不是紫禁城的宮殿 這樣聽得懂 好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有一段就是我剛剛說的一個根據 他說清代皇族指的是滿洲愛新絕羅氏 他是屬於努爾哈齊的父親 也就是賢祖 清賢祖塔克氏的直系子孫 然後當然也包括什麼努爾哈齊兄弟這一支的子孫 他們其實就可以廣泛稱為宗室 所以你們知道嗎 我覺得這實在太稀奇了 就是說當然我們讀《紅樓夢》 我們要了解它是一個虛構的小說 但是當它作為一個這麼特定的 階層的反應的時候 那麼這些現實的材料就會提供我們 幫助認識它的一些依據 所以真的 如果你《紅樓夢》是一個寫實的作品的話 恐怕他們就要叫愛新絕羅賈寶玉這樣 好 那這個真的是非常有意思的一個現象 當然事實《紅樓夢》不是如此 可是我的意思就是告訴你說 它所反映的那個社會跟社會等級 跟它的那個整套的意識形態 真的跟我們是不一樣的 好 非如此你不能夠好好貼近它 好啦 所以我下面就找了一些證據 好玩的啦 讓你們看看說 甲斧裡面怎麼樣反映出王斧 愛新絕羅式的子孫才會有的那些現象 好 那麼除了剛剛說的那個 甲斧的這個斧的用字之外 來 我們請大家看一下 那經濟水先生呢 他就有特別提出幾件事情 其中有一個是說小王爺 因為他做過小王爺知道嗎 雖然沒有機會再去世襲 可是他是從小這樣被這樣教養的 他說他們周圍其實有很多的 這個時時刻刻在陪伴他 但是主要其實就是監督他 教導他 那個叫做教隱太監 教隱太監 不行 我不能讓你們看下面 好 我要考你們的 以後我要開始抽考 就發那個小章的考卷 考考你們對紅樓夢熟不熟 這個教隱太監就是望文可以生意 就是我要教導你 引導你的那個太監 然後小王也是男生 所以呢 擔任這個工作的是太監 他說周圍時時刻刻就有太監 然後他說他非常討厭這些太監 可是比起討厭 他更覺得害怕 為什麼 因為討厭是因為他老是在管束我嘛 對不對 然後我想吃的也不能吃 吃一塊被他發現之後 很想再吃第二塊又不行 那對小孩子來講 這不是很大的折磨嗎 可是他說我雖然討厭他 可是我更怕他 為什麼 萬一我只要稍微不聽他的教誨 好 請你們注意 只要他在裡頭揍上一本 什麼叫裡頭啊 就是王爺啊 或者是那個福晉啊 只要是跟你的長輩揍上一本 說一說這個孩子實在是哪裡不乖 你們知道會受到什麼樣的責罰嗎 輕則哀說 重則哀打 你要知道耶 只要這個太監說你兩句話 你要不然是被人家罵一頓 要不然就是打一頓 這個在紅樓夢裡面是不是這樣子呢 是 注意一下絕對是 所以賈寶玉事實上常常挨打 你們只知道他被賈政打的那一幕 那一幕事實上是他們家庭便飯 你們要注意啊 而只是那一段因為打得特別重 所以才會引起那麼大的一個反應 但實際上請注意 無論是被打的賈寶玉 或者是賈母王夫人在當時要勸 要勸阻賈政整個過程 請你們注意 有沒有人認為賈政是不對的 沒有喔 連寶玉都沒有認為他父親不對喔 那賈母跟王夫人只是很心疼 這次打太重了解嗎 其他還有好多地方 因為這個是我現在正在研究的一個專題 我真的告訴你們實情就是如此 所以你們賈母還有一次說得很明白啊 他說我們家的孩子 憑他長得怎麼可愛 那麼在外人面前一定要什麼 還出正經禮數 如果見了外人不還清這個正經禮數 不給大人爭光 憑他在長得怎樣都是要打死的 第54回 第53還是50幾 他不是隨便說說 他只是一順口帶到就是我們家的常態 那我們現代人當然一蓋子就 哇 怎麼這麼嚴苛 那我很了解你的反應 但是我真的要勸告你 你要進到他的世界裡 不是用你的反應去批評那個書中的世界 你要回到他的世界裡面來 所以你知道嗎 你沒有規矩你是要被打死的 這個不是隨便說說 真的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從小在這樣的環境長大 你說他怎麼可能反對禮教呢 這是我必須要說明的 所以對照一下紅樓夢 怎麼樣 教癮這個詞 我們在紅樓夢中看到過一次 這個當然不是我們作者的重點 所以只順筆帶到 可是就反映了那個階級特徵 那個是在第三回 我們林黛玉剛剛來到賈府有沒有 林黛玉來到賈府的那一幕 為什麼花這麼多的筆墨 而且請你們注意他是從怎樣的活動開始寫起 這個都是這種世家大族才會有的一種規範 你看林黛玉來到的地方不是你家也不是我家 好 他來到的是賈府 所以你們有沒有注意到他的轎子怎麼走 方向上怎麼走 進到賈府之後怎麼樣子的應答 然後立刻發生的一個群體活動是什麼 這個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過渡儀式 就是說讓你要來到我們家來住 你就得要熟悉我們家的這一套運作的模式 而這套運作模式非常繁複 所以幹嘛 否則為什麼要有教育 就是因為他時時刻要提醒你 這個該怎麼樣 那個該怎麼樣 好 節制你 也教導你 然後讓你能夠行為合一 這就是這種大家族的一個常態 所以你看我們林黛玉來到賈府 沒帶幾個人 那當然賈母就把他很得力的一個丫頭 就是子娟有沒有 將來的子娟 那時候叫做英哥 滿符合賈母的品味 好 然後就給了黛玉 本來就是嘛 席人本來叫什麼 在賈母身邊的時候 叫珍珠 都很平常嘛 英哥珍珠 可是給了這兩位寶貝孫子跟外孫女的時候 是不是都改了很好聽的名字 一個變成席人 一個就叫做什麼子娟 有沒有 這都非常優美 而且充滿了一種書情畫意 好 總而言之他不但給黛玉將來的子娟 那其實就是要好好照顧這位外孫女 他太疼愛他了 然後你看他把他最得力的是不是也給了寶玉 那所以林黛玉獲得的黛玉完全是寶玉等級 然後注意 另外就比照迎春 迎春是就他們賈府嫡系的一個女性 是他們家族的千金小姐 所以他比照我們家的小姐一樣 每人除了自幼的乳母 你們從小都有乳母去帶你們 照顧你們 可是注意 賈母給他另外四個教隱媽媽 教隱這個詞是不是又出現了 所以林黛玉旁邊又一堆人 又增加四個教隱媽媽 周圍一群人的 你們真的不要忽略他不是一般的大戶 那各位我們再來補充 賈府中所反映的有關這種王府等級的 那些相關的基證 就是那些相關痕跡 那麼像這個金濟水先生他又提到說 在王府他們有各式各樣的禮節 其中有關喪禮 兵儀裡面就涉及到一件事情 他說王爺死了 他們私底下就叫病天 那麼只是不敢加上榮譽兩個字 那對外就稱轟氏 你們知道轟本來是不是王爺等級才能用的 可是他們私底下會叫病天 事實上病天應該是誰用的 當說一個人死的時候叫病天 事實上這是一般是只能用在皇帝喔 所以他們才說私下這樣說還可以 你再加上榮譽的話呢 那你就犯了這個冒犯之罪囉 你就自認為皇帝囉 了解嗎 所以他們不敢加榮譽 但是會說病天 那《紅龍夢》是不是這個樣子呢 是 來 所以我提醒你們 我們對照一下 第63回裡面就有提到 就是賈靖是不是突然就爆竹嘛 對不對 突然就死了 然後就東府中那麼有幾個人 慌慌張張的就跑來說老爺冰天了 那主要的內容就是說 那個賈靖因為修煉神仙之術 然後就燒杖 就是燒煉那些丹拱之藥 結果吃的自己中了毒 所以復古如鐵 然後因此而死 結果你可以發現原來他們下人在報上的時候 家裡面的這種老爺的死 他就把他叫冰天 我跟你們說 我事實上還不了解王府這些規矩的時候 以前讀《紅龍夢》讀到這裡實在讀了幾十次 真的沒有意會到說這個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我們只覺得是很奇怪 事實上冰天我們過去的那個歷史常識 是不是應該就是指那個皇帝的死亡 結果為什麼賈府這樣用呢 我們常常就以為說這就是小說虛構嘛 他還怎麼寫都可以 可是不是 所以這一點我要再跟你們提醒 那麼很明顯他們真的就是王爺王府那個等級 這又是另外一個例證 那其他的例證還有很多啦 那我們現在就要來跟各位舉另外一個例證 就是跟整個賈府的建制有關 那這個都會作為我們下一個單元 就直接要來談那個大官員 可是大官員不是憑空出現的 他還是依賴在一個很濃厚 而且其實是很強烈的一個現實的 一個脈絡裡的 所以我們要先了解這整個的大背景 那我們來說明一下 我們來說明一下 來 請各位看一下同樣的就是 金濟水先生因為他是生長在瑞清王府中 那他就對於他所熟悉的這個皇族的世界 包括幾個清王府 幾個郡王府 他就做了一個整體的說明 他說這些王府建制都是按照一定的形制規劃修造的 那麼只有肅清王跟慶清王兩府不是王府的形制 這個都是所謂的那個八大家 八大家就是鐵帽子王的啦 總而言之他說這種建築多採用大式的作法 那什麼叫大式 那這個有他們另外一套規矩 我們就不詳細說了 當然他們的建築的材料跟各種 雕木 彩化 柯石等等的那些品質都非常的好 好 那麼工也非常的精細 這個完全都不用說了 那另外他們還有提到說 除了這些材料之外 他的整個建造形式是有一條中路 那麼中路就是指通道那個正房的那一條主軸 這個叫中路 那我必須跟你們說明一下 這種建造模式 不是清代王府的建築的特性 它是反映中國傳統的建築觀念 但是在應用在王府中的 那我們這個相關的歷史學者 等一下我做一個補充 等一下 我補充一下 就是剛剛所說的那個賈母說 我們家的孩子如果對外人沒有教養的話 是要打死的 有沒有 那個是在第56回 來 請你們看一下877頁 所以賈母是在私底下很寵愛寶玉 可是絕不容許他在有外人的情況底下不守規矩 所以寶玉一定是彬彬合宜的一個大家公子 這個絕對是不可以違背的 那877頁這邊就有提到 來 請大家看第四行的下面 他說算了 我們從前面看第四行的上面 他說我們這會子呢 如果也打發人去見了你們家的寶玉 就是珍寶玉 那我們如果這些下人們有人拉他的手 他自然也必須要勉強忍耐 要注意在這種人家的公子是要常常忍耐的 為什麼呢 就是他們家的規矩 他說可知你我這樣人家的孩子們 憑他們有什麼刁鑽古怪的毛病兒見了外人 必是要還出正經禮數來的 好 那麼若他不還正經禮數 也斷不容他刁鑽 所以我會容許你私底下活潑可愛一點 那是因為你大致上符合我們的要求 所以下面他說得很清楚 就是大人溺愛的 是一則他生得得人眼 所以長得漂亮可愛還是很有用的 好 長輩一看好可愛喔 好吧 這個就不要計較 所以還是有點用 對啊 有一次賈政不是很生氣嗎 叫來了寶玉就要罵他了對不對 然後剛好又來了賈環 然後一對照之下 賈環形容猥瑣 再看寶玉袖色奪人 然後平常嫌悟寶玉之心就去了大半 你看果然還是有用 好 所以他長得可愛嘛 然後二則注意 賤人禮數竟比大人行出來的還不錯 使人賤得可愛可憐 所以背地裡才放縱他一點子的 若他一味只是沒理沒外不與大人爭光 憑他生得怎樣也是該打死的 我故意講得很重 他只是輕描淡寫 因為這是他們家本來就有的很自然的反應 所以你們真的要在這樣的家裡面 去設想寶玉是什麼樣子 林黛玉是什麼樣子 不要老是以為他就是杜莉娘或者是什麼 那是不可能的啦 真正大家閨秀不會是那個樣子 所以有的時候我們真的都忽略 不同的小說他涉及到的那個層次是不同的 那這個就跟你們提醒一下 所以你看反應在建築上也一樣 他們有一套非常森嚴的規矩 那我們說到王府他以中路為中心 中路所有的王府通通都有一個固定的一個規模 但是用這個中路來作為整個王府的一個中軸 這個又是中國傳統建築 也是一樣合乎理智的一個常態 那歷史學者說中國的傳統建築 他有一定的那個原理 那個原理他把它歸納成兩個術語 一個叫做中軸對稱 中軸對稱就是 這當然是大家族才有可能講究 可是能夠講究的就是一定要有一個 貫穿全家的一個正式的一條道路 那這條道路當然就是通到正殿 通到最重要的場所 那他也是所有的禮節都要去體現的地方 可是沿著這個中軸旁邊會延伸出去 其他的建築物 那這些建築物彼此要用一種對稱的原則 這個叫中軸對稱 還不只如此 你一個中軸一路貫穿下去 請注意 甲府也是如此 你這個中軸一路貫穿下去 從大門 然後就會有所謂的還有一些庭院 不是庭院 對不起 就是說你進去之後還有一定的那個建築物 但那個建築物通常又會帶著庭院 那經過一定的設計 大體上就是會用一進一進一進 這樣子的往深處去延伸 所以常常我們會用所謂的進 這個進字就是指一層房屋 然後前面帶著一個庭院 這個就屬於一個單位 這個叫進 然後通過這個房屋的這一層 中間他會有一個那個中堂 然後這邊會帶著一個庭院 大概是這樣 那穿過這個中堂後面又會有一個庭院 然後他再帶一層的那個房屋 這就看你這個家模 佔地跟規模有多大 那這樣叫一進 這樣就叫兩進 那規模越大可能就會到五進六進 類似這樣 那所以中間這一條軸就叫 就是貫穿整個腹地 整個建築規模的中心 然後兩邊要對稱 然後整體的一個體現出來的原則 除了中軸對稱之外 就叫做深進平遠 這個是歷史學家歸納出來的原則 那賈府是不是這樣子呢 是 請你們注意一下 那個紅龍夢裡面到底賈府 包括寧國府 榮國府 他們的整個那個建築構造 是幾進的規模呢 有學者統計過大概是五進或六進 那個很大你們知道 那個尤其他所涉及到 又有跟其他的那個建築結構群 所以那個是一個非常龐大的規模 好 那我們現在回到這個中路而言 我只是要來提醒你們 他跟那個清代王府的那個建築規模 有貼近的地方是什麼 那麼這邊請你們注意一下 那金濟水先生說 這在建築上啊 親王的那個所住的王府 門是五間 你們知道幾間這都是規定的 你不能逾越 那所以這跟你的身分等級 一定是息息相關 親王的王府的這個府門是五間 那郡王府他的門要三間 然後你們看看賈府是什麼樣子 三間 那所以他絕對不是親王等級 可是他好像也不是郡王 所以接下後面大概就一般就是三間 那我來提醒你們就是說 這個門很有意思 你如果不知道清代王府的規矩 你恐怕紅龍夢看了大概就是看過去而已 真的是不知其所以然 他說呢除了門之外呢 府門的東西邊各有角門 來我先跟你們說明一下 這種依照中軸對稱跟申敬平原則 所建構出來的這種大型建築 他們注意一下 他們的那個方位一定是坐北朝南 一定坐北朝南 那在坐北朝南的情況底下 他們的正門要注意 正門是不是就是朝南對不對 假設在這裡正門朝南 所以他的兩邊如果還要開小門的話 是不是就是東西 這樣懂嗎 然後呢請注意喔 那他們叫角門 角門很有趣 我們等一下請大家看一下 這個角門才是人們出入的地方 很有趣喔 怎麼說呢 這個角門是不只是一般的人們 就是其實連他們王府的成員 都是從角門出入 很跟我們一般的想法不一樣對不對 等一下我們有一個證據喔 然後府門外呢 還有一些特定的那個形制 就是包括有石獅子 那這個石獅子在紅樓夢特別有名啦 因為柳香蓮說過的一番話嘛 所以這個石獅子就變非常有名 柳香蓮不是說你們臨府裡怎麼樣 除了門口的兩個石頭獅子乾淨之外 其他連貓仔狗仔都不乾淨 從此石獅子就很有名喔 因為他很乾淨 好 可是可是其實他就是利用那個 既有的王府的那個建築形制 然後來發揮的 那石獅子沒有生命嘛 所以他覺得沒有生命 才能夠擴除這種情欲的污染 所以這個石獅子特別被凸顯出來 可是呢容國府門口有沒有石獅子 有啊 你們看第三回林大玉來到賈府的那整段描述 所以石獅子是不能隨便擺的喔 你現在當然可以說我愛擺我家有空地 我愛擺一個沒人理你 那個時代是不行的 這個是王府才能夠有的 好 然後呢林民總總相關這些 還有一個要注意 他說王府的那個府門是中年不開 所以我剛剛告訴你 角門是所有成員出入的地方 那為什麼呢 因為王府的府門的大開是 有他們的一個現實背景 那經濟水就說大概 不是大概 就是只有到王府的主要成員 就是重要人物結婚的那一天 那麼府門才可以大開 而且是必須大開 好 所以他就說了嘛 你看之間在冒出來囉 我們這種大戶人家你們都不懂 他說只有知道王府理智的人 才能夠透過府門大開 才看出府裡面是在辦喜事 那麼一般人你就不知道說 今天怎麼這個王府的門開啦 你還以為是 不知道發生 還以為這是常態 不是 這種府門大開就是裡面在辦喜事 那你一定會覺得很奇怪啊 為什麼要看門開了沒有來判斷呢 因為王府的那個婚禮過程 是非常安靜的 不是你們所以為怎麼裸骨宣田那樣子 像那個敘書裡面所描寫的有沒有 寶釵因為吊包記 然後是不是那個跟寶玉結婚那一段 有沒有 寫得那麼熱鬧 那個其實就是因為他不是王府成員啦 然後之現在如果還活著 就會說裝農進京啊 知道嗎 好 所以只有府門大開你才知道 他們是在辦喜事 那當然就《紅龍夢》來講 這有一點出入了 還記不記得我們從小說中 的描述所看到府門唯一一次大開 而且請注意喔 他各境之間所有的那個中間的這道門 也一路開 所以直通到底的唯一的一次 那個就是在第53回有沒有 假釋在祭宗祠 因為祭宗祠是他們全年中最大的一件盛事 那要祭祖宗嘛 那個是除夕夜 所以是從府門一路開看 一直洞穿下去的 那這個例證就跟這裡說的 就有一點不一樣 那我想我只負責把我看到的告訴你們 那如果你們對於滿清的這一種 特殊的歷史階層的實況有興趣的話 你們可以再去做考察 好啦 總而言之我只是提醒你們說 無論如何平常王府的門是不開的 那除了祭宗祠這種大事 或者是有主要成員結婚這種大事 否則平常是都不開 因此還記不記得第三回 林黛玉剛剛來到賈府的時候 他是從哪裡進賈府的 就是從腳門嘛 那如果你就因此而判斷說 林黛玉好可憐的孤女喔 投奔親友 所以你看人家給他這樣的黛玉 怎麼裝農進京 好 知道嗎 人家一點都沒有虧待他 因為他們自己王府人什麼出入 也都是走這裡 所以真的我們就有很多錯誤的判斷 而且都是想當然爾 所以來 請各位往下看 這一段就是我們要請大家對照的 第三回林黛玉來到賈府的過程中 他的車架是走了半天 忽見街北蹲著兩個大石獅子 看到了 注意 三間獸頭大門 所以他們的門的那個形制 是不是就是三間 好 這個都是郡王王府等級 然後他說門前就列座著一些人 都是那個因為他們家人口很多 需要很多人服飾 所以連門口都有 請你們看一下 正門卻不開 好 完全符合這個王府的一個規矩 那麼只有東西兩個腳門有人出入 所以我們林黛玉是不是也就是 從腳門坐著轎子進去了 好 所以就此而言 你們就要注意囉 好 那當然啦這邊他第一個看到的是寧國府 然後他在他就心裡想說 這就是外祖母的掌房 掌房就是寧國府那一支 想著右往西行不多遠 照樣也是三間大門 那麼這就是榮國府了 卻不進正門只進了西邊角門 你們回去看一下小說 我現在只是節省翻閱的時間 好 所以各位你們要注意第二件事情 我們除了用這段情節來對照說 這完全是符合皇族的那一種 等級的一些行為規範之外 其中還隱含了另外一個 你們沒有察覺出來的 請你們注意他先經過哪裡 他進入這條巷子之後 有那巷子很大 進入那條街道的時候 是不是被榮寧二府占了大半條街 那是先經過哪一府 寧國府 然後才到榮國府 所以在方位上來講 寧國府在東西南北哪一邊 哪一邊 東邊 那榮國府是在西邊 你們知道這有什麼道理嗎 有耶 因為不要忘記榮寧二宮 他們的這個召見這個家族的 這個奠基者是不是就是兄弟兩個 誰是哥哥 寧國公 所以寧國公作為哥哥 那麼在倫理上面來講 他又是比較優越 所以他是站東邊 了解嗎 那在中國的這個方位文化裡面 他跟尊卑等等整個結合在一起 那是以東為尊 那麼西是比較這個居次 所以這基本上都是有很嚴格的 一套那個倫理制度在規範著的 所以當林黛玉要來到榮國府的時候 他就必須遵照這樣一套法則 某個意義來講 也是在讓他了解到說進入到王府的世界 事實上他真的是凡為入結 所以他一到賈府 賈母是不是給他四個叫以媽媽了有沒有 所以你們要可想而知 這真的不是我們一般人可以想像的 好 那所以請你們記得 下一周要帶來那個我們發給大家 上個學習有發給大家的那個人物關係簡表 那個人物關係簡表的畫法 就是要來告訴你們說 整個那個榮寧二府他們在方位上 以及將來要來創建大官員的時候 是怎樣遷就他的地利 而產生了一些很深奧的象徵意義 那這個我們當時都要利用這個簡表 大家會比較清楚 所以你們如果有可以帶來 那如果是正學期才選修的同學 我才補發給你們 好 總之 我們現在已經大約從小說中看到這些跡象 讓我們知道說他真的是在寫王府 而不是一般的大戶人家 但是他又是一個怎麼樣的王府 我們剛剛已經講了半天 其實我在這邊就是要再做一個補充 我們已經知道有親王跟郡王對不對 然後下面有所謂的什麼貝勒 貝子之類的 那鄭國公 輔國公這些 好像從紅樓夢的寫法 他是國公那個等級的 可是真的好奇怪 真的非常奇怪 就是說一方面是紅樓夢 他從現實中挪用很多不同的元素 所以他其實並不直接真的 完全對應於某一個特定階層 特定身分 所以我們剛剛已經說了 我們不要用自傳派的 索引派的那一套去看事情 那所以紅樓夢裡面 他所反映的那個所謂皇族等級 也常常會有一些出入 但是他確實走向了一個皇族 這個階層的共通性 那他出入的地方在哪裡呢 請你們注意 我覺得這裡面給我很多的 就因為他的出入讓我更加的疑惑 可是這個疑惑也某個意義來講 促使我盡量用他們那個等級的 這個理路去思考 包括什麼呢 來請各位看一下 那到底他們當初是怎麼樣 當上這樣子的一種身分 賈府的出身來歷究竟如何 那麼我們只用一般的王府或府來看待 恐怕還不足以更認識他 怎麼說呢 來 我們來看一下賈府是怎麼開創出來的 非常有趣 第五回裡面我們寶玉神猶太虛幻金 是大家最感興趣的 尤其裡面有香艷的場面 可是我們說過那個不是為了要刺激蕭露 他是有很嚴肅的目的 可是呢 但是我現在真的已經對那些沒有什麼興趣了 我真的要了解的是紅樓夢背後更龐大 而且更深邃的那個部分 那代表什麼呢 代表我們要對這個家族 有一個很正確的認識 否則你不能了解 賈寶玉所背負的那個罪咎感 他為什麼那麼痛苦的原因 那他絕對不是為了反對他的階級 然後如何如何 而有可能有別的更高的一個可能性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賈寶玉的神猶太虛幻金 不但有嚴肅的目的 那麼在這個目的背後隱含的是一個非常 非常重大的一個家族使命 那麼我們透過寧榮二宮 真的如果按照封建的那一套倫理觀來看的話 你必須不能說榮寧二宮 你要說寧榮二宮好嗎 這個比較符合他們的規矩 他的這兩位魂靈呢 就對景患仙子有嘱託 那一段話我特別引述在螢幕上給你們看 其實你們應該要非常熟悉了 我就不翻小說的內容讓你們去印證 回去自己再查對 他裡面有特別提到幾句話 這就是我們現在要談的 他說吳家自國朝定頂以來 功名義士富貴傳流 雖歷百年乃運中豎盡不可挽回者 這段話當然就是我特別underline的那幾句 是我們現在要考察的 你們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原來賈家的薄劍跟這個造姬 竟然是跟什麼開國同時 有沒有注意到這句話的意思是這樣 國朝定頂是什麼意思 就是我們家 我們現在所屬的這個朝代 他們定頂就是創造一個新的朝代 叫定頂嘛 所以你看 賈家本身的形成跟這個國家的形成 是二而一 是同步進行的 甚至是一體兩面 所以他特別說我們功名義士富貴傳流 表現出他跟這個國家在建立朝代的過程中 那當然因為他們獲得最高的皇權 所以這個家族連帶就是晉升到最高的一個階級 所以他們功名義士富貴傳流 然後大概將近百年 那當然有趣的是我們也可以來說 《紅樓夢》的寫作是不是差不多 從滿清入關1644年之後 到曹雪芹寫《紅樓夢》 是不是也差不多將近100嘛 對不對 曹雪芹大概是生於171級 這有不同的說法 所以約略7、80年、8、90年 那所以戎民二公說是已經將近百年 那所以各位你們就知道說好明顯 原來賈家的創建竟然跟大清王朝的一個成立 是同步進行的 那麼這代表什麼意義呢 尤其我們請大家再注意一件事情 那麼顯然賈家的那個建立 跟清出滿人入關建國的這個時空條件是一致的 那所以我才想假如是這樣的話 那我們就藉由一些當時的一個歷史情境 我們來認識一下 那賈家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家庭 那一樣我們回到那個賴慧銘先生 他對於這一種清代皇族 作為天皇貴咒的一個階層的一個研究 就有提到 他說按照大清會典 這個當然又是官方的一個這個典籍 這個沒有問題 他就定出中式如果要有封式爵位的話 你注意他們都叫中式有沒有 皇族 皇式是不是都叫中式 那麼他們的爵位要怎麼封式 有四種方法 那當然其實最重要的是公封 因為這跟紅樓夢有關 那四種方式裡面有公封 恩封 席封 考封 這不用講他各有詳細的規定 那跟紅樓夢有關的是公封 什麼叫公封呢 依照你的軍功來封賞給你爵位 但是這一種方式大多數是在清出 那清出是不是就是滿清入關 那時候是需要打仗的時候 所以賈府的祖宗事實上應該是屬於公封 是在那種出生入死 在戰場上面建立很大的功勞 然後才得到這樣一個國公的一個爵位 那我來請你們看一下果然來 紅樓夢這邊有一段提到太有趣了 那就是第七回的地方 很有名的一段不就是交大罪罵嗎 可是我想大家都只對什麼爬灰的爬灰 有興趣對不對 那是我們讀者的興趣 所以讀者都喜歡八卦 喜歡這種有點顏色的 但是我想我們可以不用只關心這一個 那我們來看看那一段的描述 尤氏就感嘆啦 他說你難道不知道這個交大的 我順便要跟你們補充一個交大的諧音 我們那時候沒有講的原因是因為 知焰災並沒有在這邊特別提到 可是我在讀所有支批的過程當中 我發現他在另外一個地方有提到一個詞 我立刻想到的就是交大的諧音 所以我那時候沒有特別講 是因為他沒有直接對應的關係 可是我想這個可能是可以成立的 交大的諧音應該就是這個交大 非常驕傲自大 因為他也自恃功勞很大 所以交大也是一個原型人物喔 有沒有他既忠心耿耿對不對 但是事實上又會嗜寵而交 所以人性很複雜 連這個小人物出現那麼幾行 你都讓我們看到他的很多面 這就是曹雪芹非常了不起的地方 好啦所以你看他到底怎麼個交大 好 驕傲自大 他說啊哎呀連老爺都不理他的 你真大哥哥也不理他 你看連這種組織都不敢得罪他 怎麼說呢 因為他從小而跟著太爺們出過三四回的兵 太爺們是誰 應該就是寧國公嘛 那當然包括兄弟他們是一起的 但是他主要是服侍那個寧國公 所以你看跟著他出過三四回兵 從死人堆裡把太爺背了出來得了命 那自己挨著餓卻偷了東西來給主子吃 那兩日沒得水得了半碗水 那給主子喝他自己喝馬尿 就非常了不起吧對不對 可是他說不過仗著這樣的功勞勤奮 那有祖宗的時候大家都另眼看待 當然啦因為他功勞很大 如果祖宗就死在戰場裡 那麼也沒有這份家業嘛 所以大家飲水思源 也覺得這個人給我們很多 所以大家都另眼相看 很多事情也不計較 那所以啊 那如今誰肯去為難他嘛 那交大有沒有認識到他自己的貢獻呢 有 而且他也自恃甚高 那就恃寵而交 他說不是我交大一個人 你們就做官而享榮華受富貴 你祖宗久死一生 正下這家業到如今了 不報我的恩 反倒和我沖其主子來了 所以這個人說實在也有他的缺陷 但是呢我們把這段話引出來 主要是要來告訴各位說 從這些描述 包括交大自己的自白 都很清楚的告訴我們說 榮寧二公他們怎麼樣的正下家業呢 是不是都是軍功戰功 了解嗎 所以九死一生 好啦 這下子更吻合了 跟滿清入關的那些 興風邪雨那種戰場上的廝殺 事實上就更為一致 而因此這麼一來 來請各位再看一下 在這種時候 因為攻風而得到的這種爵位呢 注意 有一種在清出封賞之中 有一種侍職 它是就是透過軍功而獲得的 那麼根據皇太極所定的一個條例 就是那個清定功臣席執令 這個在清太宗實錄裡面有提到 他說如果將是臨陣率先攻克城池 那麼你建了大功的話 就叫做侍錫往替 那就更高的一種額外的加賞 那什麼叫世襲往替呢 你們只要多看一下那個清工具 就算是架空歷史 你大概多少可以看到這些語詞 那什麼叫世襲往替呢 就是說你們實在是祖宗 對我們國家功勞太大 我不只是封賞當時建功者 我避應你的子孫 那麼你這個世襲的爵位呢 可以一代一代世襲嘛 這個才叫世襲嘛 可是請注意 請注意 清代的那個世襲是這樣子 跟我們一般想像的不一樣 他們的一個世襲是這樣子的 來 我看一 來 給你們先看這一段 他們世襲的慣例是這樣子 來 在清朝的慣例當中 一般的世襲爵位都是要降一等來承襲 就是你這一等如果是親王 你的兒子在世襲的時候 就會降一等變成郡王 那郡王的下一代 在世襲這個爵位的時候 再降一等 這樣懂嗎 那降到後來當然你到後來可能就沒有爵位 那這是他們的慣性 那在這樣的慣性底下呢 那當然做皇帝的他瞭解 那所以他會希望說 對我建功這麼大的一個臣子 我要保障他 我要給他最大的榮寵 那麼這就叫做世襲網替 你以後的世襲一直保有原來的爵位 不降等 那什麼叫網替 來 同學你們對於這些遜古學要有一點認識 不然就會看不懂 網是什麼意思 網就是不 它是個否定詞 那替是什麼意思 替代改變就叫替 所以世襲網替就是在世襲的過程當中 不改變你原來有的爵位等級 所以就世世代代都是這麼高的等級 這樣懂嗎 好啦 那我們如果了解到這一點之後呢 那麼現在我們就會有一些有趣的小問題了 那這些世襲網替的包括誰呢 來 請各位回到我們剛剛所說的 最初跟著皇太極這樣子打入 我不知道我忘了是誰 總而言之就是在滿清入關 建功很大的那些有軍功者 那麼封賞給他們這個爵位之後呢 又給他們所謂的世襲網替 但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世襲網替的 只有很特殊的貢獻 那就叫做八大家 然後他們被封為鐵帽子王 好 這就是你們剛剛聽到那個詞 然後你們都聽不懂的 那什麼叫八大家 我們再來看那個經濟水 不要忘記經濟水是不是末代睿親王之子 睿親王就是八大家之一 來 請各位看一下 這邊有提到 他說清出入關有公的呢 這個就叫八大家親王 都賜給你大型的府地 好 這個是請大家先有一個基本概念 由於他們戰功顯赫 所以四封之後可以隔代不降絕 這個就叫世襲網替 所以後世一共有六個親王加兩個郡王 來 包括什麼呢 這你們不用背啦 包括和碩李親王 然後包括和碩瑞親王 和碩裔親王 他們通常會加個和碩兩個字 那在另外包括這個多羅克勤郡王 跟多羅順臣郡王 對 加個多羅 那個是他們的很複雜的用法 總而言之就是這個六家的親王府 跟兩家的郡王府 總共八大家 這個都叫做世襲網替好不好 那當然呢 整個滿清的歷史裡面 是不是只有八大家呢 不是 到後來連乾隆朝都有在加封 那麼其中有 總共只有13個世襲網替的 其中一個就是 我看了雍正王朝這部劇之後 好喜歡的一個人就是那個 十三王爺 映祥 就是遺親王啦 你們都不看這是最好的歷史劇 好 那真的 絕對是最好的 好 總而言之 那所以包括他因為對雍正 實在是功勞太大 所以雍正之子就是保親王紅利 那麼繼任為乾隆之後 也給他一個好像是世襲網替的 應該是這樣 請再查一下 好 所以總而言之 那在這樣的一個慣例當中 來 請看一下 那麼所以世襲網替只限於 被認為有特殊功勞的 這就是清初參加開國戰爭的八大家鐵帽子 好 所以這些都是相關語詞 我為什麼談這些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覺得賈府的祖先 讓我很多的疑惑 你們有沒有發現 第一個 他的榮寧二宮是不是因為戰功 很明顯嘛 剛剛交大的那一番話 說明他是因為戰功標柄 然後才得到這樣的一個封賞 可是又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來 我再提醒你們 參考書中的其他的描述 我真的懷疑 我們曹雪芹雖然是虛構小說 可是他有時候 這邊的階級用一點 那邊的一個概念用一點 那表現的不是特定的國公 也不是親王 也不是什麼 可能有時候又有一些鐵帽子王的痕跡 有時候又有一些王府的痕跡 有一些又有國公的等級 反正他是把這個混合在一起 所以我一開始就告訴你們 我們要了解的是他的階級通信 但是具體到底是哪一個特定階級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不需要去講究 因為這是畢竟還是一個虛構小說 來 我們請各位看一下 第三回 林大義要來到賈府之前 那麼他的父親林汝海 是不是就是要同時推薦賈羽村有沒有 然後要轉脫賈政 給他謀求一個這個示範上面的出路 有沒有 所以他其實是托賈羽村 把林大義順道帶到賈府去的 那就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就跟那個賈羽村就有了一些對話 就告訴他說 我現在幫你推薦的這個人 他是非常好的一個人 他說若論社親就是我的那個姻親 與尊兄 尊兄就是賈羽村 跟你是同仆 賈羽村姓什麼 賈 然後我現在的這位社親 是榮公之孫就是賈政 那另外呢 不是賈政啦 就是榮公之孫有兩個啦 一個叫大內兄 大內兄就是我妻子的大哥哥 那就是這個大內兄就是指誰 賈舍 賈母是不是生兩個兒子 一個賈舍 一個賈政嘛 賈舍是老大 所以叫大內兄 他說注意喔 下面是我要提醒你們的 他現席一等將軍 注意喔 他席的那個爵位 除了國公之外 竟然還有一個什麼一等將軍 這到底怎麼回事喔 等一下我會解釋給你們聽喔 名設自恩侯 可是呢 到了第十三回 他又提到因為呢 要為了讓那個秦可卿的喪禮上面好看 他是不是又要捐一個 比較好聽的官名有沒有 才可以寫在那個喪禮上面比較風光 所以呢 他就寫了一個賈榮的履歷 來請那個內官來幫 就有點收縮賄賂去買官的意思 那個履歷就講到說 賈榮是怎樣的一個出身呢 是江南江寧府江寧縣的奸生 這個就不管 他的曾祖呢 注意喔 是元任金寧節度使 世襲一等神威將軍賈代化 好啦 賈代化是賈家的第幾代 第二代 你們的人物關係表好不好 這是第二代 那這個第二代呢 請你們看一下 原來他世襲的那個頭銜是一等神威將軍 好 先記得 那我們來對照一下 那榮國公的孫子了 已經到賈舍了 他所襲的是不是還是一等將軍 都還是一等將軍喔 好 那你看到了賈榮 賈榮又是賈家的第幾代 賈舍是第三代 那賈榮的曾祖是賈代化是不是第二代 都還是一等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說以賈府來講 他的第二代跟第三代所世襲到的那個頭銜 是不是都是一等將軍 有沒有隔代將軍 好像沒有 好像沒有 好 然後再來呢 當然下面他的父親又變成是世襲三品 這個好像又有降了品對不對 你看啊 那個賈榮的父親是不是就是叫賈真 好 然後他世襲的是三品 爵威類將軍 這變成三品 那這個到底怎麼回事 因為我對這些官覺都不熟 那麼我只能夠說 我承認他是一個曲構小說 然後他反映了一些現實的條件 但是他這個條件是不是直接對應 那就另當別論 我們只是就文本來考察 他到底是比較是哪一種 好啦 所以請各位再看 第十四回 秦可欽的喪禮過程當中 賈家的排場跟他的整個背景 就完完全全體現出來 那麼請你們看一下這個過程中 官客送病的有誰呢 注意囉 有誰 有鄭國公 這個人叫鄭國公 然後他姓劉明清 可是他的孫子是現襲一等伯 有沒有注意到 所以又是國公 可是又是襲一等伯 所以換句話說 剛剛所說的寧國公 他們既是國公 可是又襲什麼一等將軍 是不是就是他們小說裡面 所寫的常態 這樣聽得懂 所以又襲將軍 可見他們這個家族 出身恐怕都跟戰功有關 然後你看果然 除了鄭國公又有其他 總共有八個國公 還包括李國公 他的孫子是襲一等子 一等子就是公侯伯子男的那個子 再來齊國公 他的孫子是世襲三品威政將軍 所以你看果然 再來治國公 他的孫子是世襲三品威遠將軍 另外一個修國公 他是孫子是世襲一等子 一等子 這樣懂嗎 不是一等子侯啦 因為他姓侯 一等子 然後另外有個善國公 那因為他的福晉過世了 他的妻子過世了 所以做兒子的 也就是他的孫子 必須要守孝 就不能來參加 好啦 總共注意 這六家 剛剛我們講了一堆的國公 都有那個其他的世襲的品絕 這六家與榮寧二家 當日所稱八公 那麼老實說啦 這八公當然他的等級 就是國公的等級 可是我又有一點聯想力 這個聯想當然就是趣味而已 我們不要當真 我只是告訴你們說 這個八公的八字 又讓我們想到 剛剛所提到的哪一個關鍵事 這個八大家鐵帽子王 對不對 那當然他們不是啦 因為在《紅樓夢》裡面 很明顯他根本 連親王跟郡王都比不上 所以你們往下看 來參加這個送病過程的 還包括什麼南安郡王 西寧郡王好 等等等等 好 然後另外還有一堆人 我們不管 另外再來看 第二 好 在同樣的這個喪禮當中 他除了介紹剛剛所說的 那些國公之外 我們再來看一下 還有什麼呢 來 有所謂的東平王 有南安郡王 然後還有西寧郡王 還有北境郡王 北境郡王是不是就後來 很喜歡寶玉的那一個 好 總而言之 那這四王 請注意 特別又是北境王功特別高 所以集金子孫游襲王爵 欸 什麼叫游襲王爵 世襲王替 好 所以很明顯的是說 《紅樓夢》裡面對於賈家的這個背景 他相關人等很濃厚的反映了清出 當然就是他整個的那個 官覺的那些這個現實的運作的原則 那當然他可能再重新加一些改寫 不過無論如何這個跡象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我有一點懷疑 這就是說當我們要了解賈府的時候 你首先真的努力的去貼近他的那個階級 不然這個真的是脫節太遠 那我會提醒大家就是 雖然如此那賈家他的那個等級呢 事實上還是比不上清王跟郡王的原因 我們又有可以看到幾個 來 就在那個秦可卿的那個喪禮過程中 因為北境王 北境郡王他們是郡王也來參加 那這個對寧府來講就是很大的榮耀 可是也覺得這個承受不起 所以你看嘛賈征一聽說 北境王現在的那個當家的是水榮有沒有 也來了 急命前面駐紮 趕快要另外因為國禮會高於我們平常的私宜 所以他就跟賈社賈政三個人連忙迎來 以國禮相見 然後水榮在教內 你看人家以國禮相見 那這樣是要打籤跪拜之類的 他只是在教內含笑達禮 這樣知道了他的等級更高 然後當然因為他念舊 因為他也不拿竅 所以他還是以釋交來稱呼接待 並不妄自尊大 可是你看看賈政一干人等 他們的反應都是所謂的賠笑 什麼功聲答應等等 都表現出他們的等級是更低 好不好 再者呢 果然有意思的是第54回 賈姆破城府舊號的時候就有提到 他說這些小說寫的根本是窮錯大的富貴想像 叫莊榮進京 他說事實上何嘗這些小說的作家 哪裡知道誓幻讀書家的道理 我們這種人家真的不是你們沒有經歷過人可以想像的 他說別說他那書上的那些誓幻書裡大家 如今眼下真的就是我們這種人家是真的使有的 拿我們這種中等人家說起也沒有這樣的事 我們家不可能有那種財子家人的故事 說別說是那些大家子 所以他說這些書都是周掉了下巴的話 所以你可以看到賈姆是怎麼樣為他的家族定位的 他說他們家是中等 所以有沒有問題呢 沒有問題 他的中等是跟誰比 是跟親王 郡王比 瞭解嗎 可不是跟 不是 我不能亂講 可不是跟某某人家比 然後你就把他想像說 他們只不過是中等人家 你就把他想像說是在屏東海邊的一個 當地的首富 你用這樣去想那就大錯特錯 所以對他們來講 連我們這樣的人家禮教之森嚴 都已經是不可能出現這個現象 那你小說中每個人出身不是上述就是宰相 那更是完全荒腔走板 所以各位請看一下下面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話 第74回的時候 因為發現這個秀村郎的事件 然後引發了很多的討論 王熙鳳就說這樣不行 因為姑娘們尤其丫鬟們也都在長大 長大的性成熟 這就是一個你沒有辦法迴避的問題 所以他就建議王夫人說 我們趁這個機會把一些年紀大的 性格難纏的 然後就借這個機會就把他們調出去 那這樣一來也可以省家裡面的支出 因為假家真的已經滿艱難的了 那借這個機會就把那些人裁革掉了 那也避免很多的問題 就是說從經濟 從這個避免他們製造一些情色糾紛 等等的問題來講 他們覺得應該裁掉一些丫頭比較好 沒想到病人竟然被王夫人反對 你看王夫人怎麼說 他說你說的何嘗不是 你說的對 但是從公細想 注意 他說他不是從我的個人的角度 是從整個的角度來看 他說你這個幾個姐妹也甚可憐了 他竟然覺得他們很可憐 這種大家閨秀 他竟然還覺得他們不夠富貴 他說不用遠比 只說如今你寧妹妹的母親 寧妹妹的母親是誰 賈敏啊 賈敏未出隔時是何等的嬌生慣養 是何等的金尊玉貴 那才像個千金小姐的體統 天啊 他說如今這幾個姐妹 這幾個姐妹包括誰 迎村 探村 席村 他說這幾個姐妹 不過比人家的丫頭略強些罷了 在他眼中 我們這一代的小姐們 實在是不如之前 因為家境什麼可能也都維持不了 所以說他們的那個伺候的人也少 然後也都不夠優秀 所以這些小姐們還常常受委屈 他說如果在這樣的情況底下 你還要裁革 他說我餘心不忍 只怕老太太也未必就同意 所以他說我們雖然家道艱難 也難不到如此 不要委屈他們 所以說我雖沒受過大榮華富貴 可是比你們是強的 王夫人是生在什麼時代啊 是不是就是賈敏那個時代 他竟然說他所享受過的那種 金尊玉貴千金小姐的體統 還不叫大榮華富貴 所以你就可想而知 賈家在榮勝的時候 那是非常顯赫到你無法想像 不能用現在你看到的賈府來想像 了解嗎 所以王夫人並沒有驕傲 他只是在說一個事實 就是說我們那一代 整個賈家是這個樣子 那現在這一代呢 因為我們賈家已經沒有辦法 所以事實上也對不起他們 所以他認為我們不應該再委屈他 所以他說如今我寧可省些 別委屈了他們 以後要省檢你就先從我來省檢 所以王夫人孕意首當其衝 所以你們怎麼會認為 王夫人是在欺負這些小姐們的呢 這很多論文都是這樣寫 完全不是 所以我只是提醒你們說 你們真的知道什麼叫榮華富貴嗎 對他們來講一代不如一代的情況底下 都未必知道過去什麼樣子 而我們呢 所以我們作為一個讀者 請大家要注意 一定要進入到他們的世界去 你才能夠好好的了解 怎麼樣正確的判斷 他們言行舉止的一個意義所在 那下個禮拜我們就要正式進入到大觀園囉 因為大觀園跟這個背景是息息相關 那你們的人物關係表要記得帶來 因為我們要用那個表格 來告訴你們空間規劃 那那個也很重要 整個大觀園建造是脫離不了現實 所以我們下個禮拜再繼續